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4年4月3号周三 长春藤100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社团简讯 西北温健康生活研讨会将于明天周四进行 大家在分享春季花园庭院经验的同时 还获得豁免市场交易代表免费培训机会 正多不压身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到西北温美丽健康沙龙群参与互动 13岁华裔女孩被奸杀案再起风波 罪犯阿里的律师认为案件审理时间太长 要求BC省最高法院法官撤销判决 叙利亚难民阿里于2017年7月 在温哥华都会区本拿比市的中央公园 将独自跑步的年仅13岁的华裔女孩 拖入树林强奸后勒死 已经被陪审团宣判罪名成立 然而就在法官将要宣判她终身监禁之前 她的律师提出上诉 原因是阿里已经被监禁了63个月 超过加拿大最高法院规定的最长监禁时间30个月 阿里的律师以此为理由 要求BC省最高法院撤销对阿里的犯罪判决 罪犯阿里在2017年犯罪之后逃跑隐藏和躲避 然而法网灰灰 于2018年底因其DNA与留在女孩体内的DNA吻合而被逮捕 这个禽兽称自己与女孩是你情我愿发生关系 不承认自己强奸以及最后残忍地勒死了只有13岁的华裔女孩 BC省修改住宅租赁法 在为租客谋福利 进一步打击房东们出租房屋的意愿 修法规定对有孩子的房客不可以涨房租 房东以自用房屋为理由赶走租客后 从6个月加倍到12个月不可以再出租 BC省房东协会表示 省政府这么一味地保护租客 而不保护被拖欠租金房东们的权益 那谁还会出租房子呢 据央视网报道 截至3日晚10时台湾花莲7.3级地震已造成9人死亡 1011人受伤另有百余人受困 长春藤100教育专业Sigh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力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